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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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乔可 天氣冷了 記得多穿件大衣保暖喔 但是很多大衣的材質 像是羽絨衣 或者羊毛材質的大衣 都建議乾洗 不然很容易說水壞掉喔 但是外面乾洗的價錢 一件就要一兩百塊錢 而且有時候又懶得出門去送洗 所謂的乾洗 其實就是用一些化學溶劑取代水 讓衣服在裡面清洗喔 那麼我上網找到了這個方案 再加乾洗 用這款清潔劑加上水 聽說比較不像那些乾洗衣物的材質喔 究竟它的效果如何呢 那我們來看看吧 那麼在開始清洗之前 記得先檢查洗衣標件 確認有乾洗標示在開始吧 先用洗手台或臉盆裝水 這個步驟是要先測試衣物 清潔劑不能倒太多 需要好好的測量才行 我用寶特瓶測量5公升的水 倒入2.5ml的洗潔劑 稍微攪拌均勻 用衣服的角落測試 沾水看看有沒有褪色的情況 看看衣服的材質有沒有受影響 因為不太確定這個洗潔劑的使用狀況 用不顯眼的角落測試是最好的方式 操作洗衣機加水 我是用最低的水量 這台是48公升 倒入24ml的洗潔劑 讓洗衣機稍微轉一下 攪拌均勻 腰帶我是先放入洗衣機 衣服的話需要先折一下 折完後再放入洗衣機 浸泡5-10分鐘 可以用手壓一下衣服 讓衣服浸泡到水裡 現在可以進行脫水了 等水都排除之後啊 洗衣機沒有水了 再稍微轉動個2-30秒 大約30秒後 請按下洗衣機的停止按鈕 不要過度轉動 以免傷害到衣服 現在先把衣服拿出來放到洗衣欄裡 洗衣機再加水 這次啊我也是用最低的水量48公升 水加滿後把衣服折好 放進洗衣機 用手壓一下衣服 把衣服浸泡到水裡 泡個15-20秒 進行脫水 現在差不多10秒了 按下停止鍵吧 可以找個地方晾衣服囉 注意要找個不會直接晒到太陽的地方 晾乾 我是晾在陽台 加上現在是陰天 還要注意衣服會滴水喔 要找個可以被滴水的地方晾乾喔 經過幾天之後衣服終於洗完也晾乾喔 我覺得這款的經典季還算滿不錯唷 衣服也沒有縮閃而且有變乾淨的感覺呢 不過要稍微注意一點的是呢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 碰水碰太久或者是冬天太乾燥的關係呢 因為我用完之後覺得手好像變得有點乾燥出場了 不過也有可能是天氣太冷太乾燥的關係啦 用這款清潔劑的人呢 如果你擔心會傷害手的話 記得戴家式手套喔 為什麼要特地買這款清潔劑呢 因為聽說清潔劑對衣料也會造成影響呢 我覺得用這個比較安心一點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囉 喜歡我的影片按個讚喔 請訂閱張小可帶起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